媒體美光燈閃不停 就怕漏掉任何細節 台灣桌球王子江洪潔 把日本桌球天后 福元愛娶回家了 我第一次當老婆 在很多地方可能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會慢慢缺席的 大江洪潔一歲的福元愛 有多愛老公呢 說出來嚇死你 我剛剛好就知道 月亮的地是可以買得到 然後我就送給他 一塊月亮的地 然後同時我也買了一個 所以我們兩個是鄰居 真的是有過狂 人家送戰戒 小愛送月球 福元愛在日本是響叮當的人物 結婚自然是大事 帶著老公上節目 介紹給日本國人認識 你超級帥 你好帥喔 謝謝 謝謝 中居鎮廣認證江洪潔的帥 暖身結束後馬上進入正題 你結婚了嗎 跟我結婚 不會 不會 愛不喜歡 好 就是你傳給我信息的時候 一見你是喜歡我嗎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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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小愛的 全部 小兩口這樣閃已經很過分了 沒想到後面還有威力更大的 結婚之後對我來說是更好更完美的 哇 感覺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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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悲哀 對手對抗新婚夫妻 小愛卻因為過得太幸福 忘了怎麼打球 超一ヶ月間 超超一ヶ月的 很悲哀 一顆乒乓球 串起扶怨愛 與江洪捷愛的橋樑 運動不僅讓身體健康 也讓人感到幸福 一 二 三 二 三 田徑場上也有愛的故事 主角是大陸跨欄高手劉翔 跟撐竿跳運動員吳沙 而這是劉翔的第二段婚姻 我覺得就是愛可以勝過一切 劉翔這話當初是說給演員 前妻葛天廳的 如今有些諷刺 劉翔跟葛天這段婚姻 一個字形容就是快 兩人認識四個月閃婚 奧運冠軍 劉翔和她的妻婚妻 葛天 之後對方的名字 成了不能提的佛地魔 寄劉翔會給你一些什麼建議 他希望你演出角色 不好意思 前面前卻都輸出了 前面給我兩次 不到三百天 兩人離婚 劉翔歸就性格不合 單身七個月後 火速回到前女友 無殺身邊 火速拍婚紗 火速結婚 火速重溫人夫的滋味 請你以愛情的名義宣誓 你願意娶你面前的這位女士 讓她做你的妻子嗎 我願意 在大陸民眾心中 羽球前世界冠軍林丹 也是號幸福人夫 太太謝信芳 同樣身為羽球前世界冠軍 兩個第一聯婚成為佳話 無奈林丹為了一切 狗仔這麼吃驚 除了是抓到好形象的林丹出軌外 更心疼 懷孕中的鄭公 不知道老公背著他頭吃 再次主動購上了林丹的脖子 心熱 而林丹就是一樓女方的小蠻腰 讓女生和自己緊緊貼在了一起 這不愧是勞四季 手上功夫了得呀 好像順便還在神秘女的屁股上 狠狠掐了一把 扯的是 偷吃的林丹 隔天若無其事的出賽 網友嘲諷 林丹的超級丹外號不是叫假的 而小三身份也被洗底 是名模特兒叫趙雅琪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小三成了眾人攻擊對象 林丹沒有理由公開認錯 太太謝信芳選擇原諒 還放上一家三口疊手的照片 結婚六年的林丹提前青年之養 有沒有學到教訓 全看她後續作為 雷尾 雷尾